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瑞典vs韩国赔率解析,瑞典稍占优势,平局赔率低 北京时间6月18日晚20时,2018世界杯F组首轮,瑞典在夏诺夫哥罗德球场对阵韩国队,本场比赛是亚洲第四支球队亮相世界杯,对阵瑞典,拥有着孙兴敏的太吉普虽然实力不占优,却存在暴冷的可能性 2018俄罗斯世界杯也是北欧净率瑞典时隔12年的首次世界杯之旅,他们在预选赛先后淘汰了荷兰与意大利,虽然没有一步,他们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目前瑞典队中最具有欣慰的球员未来比系的福斯贝利,他与孙兴敏之间的PK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场比赛的走势 比赛开始之前,博彩公司也给出了关于这场比赛的赔率,在此,搜狐体育也来带您了关于这场比赛的各大赔率 近期走势 瑞典,瑞典队在此前的世界杯欧洲区域选赛中大出了鼓舞人心的表现 先是在死亡之组中力压荷兰队突围,后是在附加赛中淘汰意大利,紧急之旅堪称含金量十足 不过在最近两场热身赛中,瑞典并没有展示出自己的实力,以两个0比0的比分接连战品了毕鲁和呆麦 韩国,在本次世界杯开赛前遭到广泛抗低,被认为是最有可能从本小组遭到淘汰的球队,而从最近热身赛的表现来看,大家有这样的顾虑也确实是合情合理 在最近的四场热身赛中,韩国仅仅取得了一胜一平二负的战绩,而考虑到他们面对的对手多是洪杜拉斯、波黑以及波利维亚这样的球队 这样的成绩实在是说不过去,主教练申台龙也因此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赔率解析 欧赔指数,瑞典的胜赔为一赔205 韩国取胜的赔率为一赔4.33,平赔为一赔3.25 从这个赔率也不难看出,瑞典在首战韩国的比赛中有着一定的优势 亚盘方面,韩国受让0.59水位,瑞典获得胜利的赔率为一赔204 韩国获胜的赔率为1赔1.89,亚盘的赔率也是瑞典占有一定的优势 具体到波胆,有一个比分最被看好,那就是瑞典1比0韩国,其赔率都为1赔6 与此同时,瑞典2比02比1韩国的赔率都不高,具体为1赔8.5与1赔10 平局方面,瑞典0比0,1比1韩国的赔率都为1赔6.5 在韩国获胜方面,韩国1比0,2比0战胜瑞典的赔率分别为1赔9.5与1赔21 从波胆方面来看,瑞典有着一定的优势 大小球方面,博彩公司开出的是两球半,大球的赔率为1赔2.5,小球的赔率为1赔1.5 在半场全场比赛结果的竞猜中,最被看好的一个组合则是瑞典瑞典,其赔率为1赔3.2 接下来被看好的组合则是平局平局,这个组合的赔率则是1赔4.33,然后则是平局瑞典,这个组合的赔率也是1赔4.5 在韩国能够取胜的赔率中,韩国韩国的组合是最被看好的,其赔率为1赔7,同时平局韩国这个组合的赔率则是1赔8.5 与此同时,在两队是否能够都得分的竞猜中,是的赔率为1赔2.2,否得赔率为1赔1.61 从这个赔率中,我们也不难看出双方都有机会攻破对方的大门 球员得分方面,瑞典当家射手马库斯,贝里是最被看好的,他在任何时间破门的赔率为1赔3 接下来是亚洲一哥孙兴敏,瑞典王牌特林,归德蒂,托尼沃宁,他们的赔率都在1赔4以内,具体是3.4,3.4,3.4,3.75 与此同时,马库斯,贝里同样是被看好是打破僵局的球员,他的赔率为1赔6 此外,在攻击首多次得分的赔率中,马库斯,贝里还是最被看好的,这位瑞典射手打进两球及7以上的赔率为1赔13,打进三球及7以上的赔率为1赔6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